藍衣男子走起路來搖搖晃 晃手上還拿著一把利器 黑衣男子拿著交通追連桿 跟在一旁不停揮舞 手也不時指來指去 一旁的汽車駕駛嚇傻 連忙關起車窗 在停紅綠燈時看到 黑衣男子拿著交通追連桿 並說放下刀子 然後做事要打 目警民眾指出 黑衣男拿連桿做事攻擊 要遲刀男放下手中利器 事實上遲刀男一次喝酒 醉到賣場偷喝酒 黑衣服是賣場老闆 急忙上前追討過程中引發衝突 一歲柯姓當事人 當天發現酒類遭妾 外出發現疑似妾嫌的男子 上前詢問是否有結帳 對方急拿出一把小剪刀揮舞 實際走訪店家 當時老闆低調不在店裡 經了解這名犯嫌疑似是冠妾 偷東西的行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而這一次的誇張行徑 發生在高雄男子區二十九號下午六點 藍衣犯嫌走進賣場 立直接開酒瓶好飲 六十一歲的柯姓老闆立馬調閱監視器 外出沒多久就發現 借賢在路旁喝酒 連忙上前追討款項 但對方卻突然拿出剪刀 不停駕施揮舞老闆則拿了連桿自保 一路對峙到德明路與匯豐街口 無奈罪後追討未過 援警到場前 借賢已經快步離開 經瞭解雙方對峙過程 沒有肢體衝突 警方也已經擴大調閱監視器 追蹤犯嫌去向 並通知道案說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